下面一个问题 宋经念佛时 若有鬼神听到 也会感召他们一起共修 为什么鬼神可以感应到人的言行 人却不能感应到鬼神的行为 究竟是什么障碍 使人到众生不能见到鬼神 鬼神有报的武通 他不要修行 他就是做了鬼的时候自自然然 他就这个能力就现前 但是不是很大 跟人往来没有问题 就是他有天爷 有天儿 有他心 有虚命 有神子 都很小 但是很小了 那就比我们人最强很多了 你比如我们人 跟着这个墙壁你就不能进来 鬼不需要 他这墙壁他可以进来 他墙壁可以穿过 他有这个能力 能力大小也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负得姻缘不相同 烦恼稀奇轻重不相同 人有没有个人呢 人有 人要天天想跟鬼见面 实在是不难 顶多你花一年功夫修行就成功了 你天天跟鬼打交道 所以修什么呢 还是修地 我早年有个同学 明英老师 跟我是童年 我常常讲啊 我们三个都短命 他四十五岁早 他就是学密宗 在台湾呢 大西跟这个曲文六上司 学密 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 他常常来给我讲 他说学教很辛苦啊 讲经说法了 舌头都讲烂了 别人不听了 是这样子 他说我学神通 我神通就过 我一学神通 人家就像你 所以他就去学神通 到密教学神通 不到一年 大概是八九个月 他来告诉我 这个人很诚实 很老实 决定不说假话 他说他跟鬼啊 没有界限 跟鬼已经往来 鬼的事这个事件 跟人间差不多 晚上五六点钟 就是鬼的早晨 街上就有了 很少 不做 到晚上九点钟以后 满街都是鬼 到早晨呢 四五点钟呢 那时候鬼也就少了 不过你要知道 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世界乱了 鬼白天都出来了 这不正常啊 就像我们香港一样 香港过夜生活的人 不是不正常吗 鬼神都一样吗 我们有人走路 常常走路啊 并没有人会感觉到是很惊吓啊 这些那是什么 跟鬼撞到了 两个走的时候没有 被互相让碰到了 你就感到寒冒之处 一阵子 这个很多同修都有这 都有这种经验呢 你看不到他 有的时候他也看不到你 所以他那种小小的神通 要作义 他有义来看就看到 他不作义的时候 有时候也看不到 但是一般鬼不可以随便找人的 随便找人他犯法 他害人他犯法 凡是找人都等于是经过批准的 你过去是跟他有过节 他来报复的 所以这个得到上面呢 他有偷 鬼的有有管辖他的 他同意准许你报复他 这个我这些资讯呢 我们很多啊 我们这印的讯息的很多啊 可以做参考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 这个一切人事物的执着 能够放下一些了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你是小臣许多环 这个是才放下少许 这个这个是见思烦恼的 见活断了 他就有天眼有天耳 就能看见 就能听见 那么第二个呢 思讨 他又加一种能力 踏心 这个踏心 虚明 虚明是知道自己过去 踏心是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事情 他知道 到三国呢 就有 飞行变化 神主 阿罗汉呢 见思烦恼 完全断了 就漏尽头 完全断了的时候 就不再留道了 就超越留道了 所以就是经上讲得很清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